哈喽大家好 我是Jan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各位朋友的 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它是一个大众能量的排卡解读 所以它不会符合 每个人身状跟细节 我会建议你听取 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讯息 就可以了 那请记得 能量它是永恒持续在变动的 所以这些讯息 有可能是过去已经发生 现在真的面对 或未来会运见的一些状况 在我的频道 我会建议你参考你的太阳 月亮 上升 经济之外 你也不需要局限任何的星座 或者是星盘的位置 你可以点选 特别有感觉标题 或其他的星座影片 述从你的直觉 或跟随宇宙的指引 我相信在其他的影片 也会有适合你的讯息 等待着你去挖掘 那我的影片呢 没有任何时间上面的限制 什么时候看见 就是最适合的时间 非常欢迎你 前后推敲两到三个礼拜 那不管你是新朋友 或者是老朋友 都非常感谢你来到我的频道 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你愿意的话 也可以帮我按一个喜欢 分享给你的朋友 或者是收看我的广告 都是最直接 能够支持我的一个方式 那如果你想了解 第一手最新的消息 我会非常推荐你 来追踪我的IG 收听我的广播 订阅我的电子报 如果你是想要询问 有关于天使传讯 心灵咨询服务 或者是想要支持 我的香氛品牌 订购大天使 铃铛烛烛的朋友们 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 都有详细的连结跟说明哦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 来到我的频道的朋友们 那请注意啊 本频道是非常讲究灵活 拥有妈妈 身体有多大脑 意思就是说 等一下呢 在排他解读的过程当中 这些相关状况 原事物 事件感受形容词 要请你能够 自行灵活运用 去做一个替换 因为我没有办法 具细名义 去形容到每一个人的状况 但我会尽可能地 去跟你说明举例 让你能够了解 这个能量场上面的呈现 因为我本身 不是一个会按照 排阵跟排域去解排的人 我是按照自己 对于能量场上面的感知 身为一个传讯者 去转化为文字 让你能够了解 其中的内容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 请在影片下方打开字幕 如果你觉得我的语速过快 可以到下方进行一个调整 那如果你觉得我声音太小声 请你戴上耳机来收听 那现在呢 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 今天的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好的 金牛座的朋友们 那接下来呢 我们提供一些开场讯息 提供给你们 做一个小小的参考 好不好 OK 这两周呢 金牛座的朋友们呢 我感觉你们某部分的人呢 会特别喜欢 项链 然后某部分的人呢 我感觉 对 是项链 很明显是项链 就是你们最近呢 可能会买项链 或者是你们特别喜欢 嗯 耳 耳 那是什么 耳环啊 视频的 也就是我感觉到 你们在这一块的能量场 蛮具足 你们最近可能会有一些人 去打新的耳朵 OK 然后某部分的人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们让我看到能量场上去 某部分人 你很喜欢买项链 很喜欢买耳环 然后有的人会穿新的耳洞 有的人呢 你们可能特别会在这一两周 看到影片之后呢 或者是之前去穿的这个舌环 这样子 OK 好 好像要给大家 给自己就是从头到尾 装扮起来一下 这样子 OK 好嘞 那第二个部分呢 我感觉这两周呢 经由做朋友 如果你最近在走动啊 或者在运动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脚的部分 可能会 不小心 可能拐道啊 或扭伤之类的 特别是我感觉 我没有感觉特别哪一 哪一只脚 但是我感觉呢 就是会有拐道 或者是扭伤的部分 要特别注意哦 好嘞 那第三个部分呢 要给金牛座的朋友们的 开场讯息是 在这两周呢 我感觉哦 你要特别避免 跟别人有这个口舌之分 OK 那特别避免 跟别人有口舌之分 有一部分的这个 金牛座的朋友们 你们可能要特别小心 在开车 或者是骑车的时候 可能会跟别人 有这种 插状的状况 但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 可是可能就会下车嘛 跟对方讲一下 你刚刚车怎么开的啊 什么等等之类的 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 注意一下好吗 所以大家不要慌张 这个只是给部分的朋友们 不是给所有的朋友 但如果你有遇到 这样子的状况呢 我觉得要和平的去解决它 好吧 OK 这个可能稍微提供 给你做一个参考 来 那我就准备正式进入 这个牌卡解读 这两周 你的挑战牌卡是 这个圣杯国王 这三组能量牌卡 分别是过去 现在未来的能量场 在我手中 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的事件 是圣杯适者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天使跟宇宙 有什么样的信息 希望透过我来 告诉这个 金牛座的朋友们 好 金牛座的朋友们 我现在鼻子超痒 所以我必须要告诉你们 我刚刚讲那个车子插撞的部分 你们要特别小心 不是说你真的会被车撞 你们不要误会我意思 我不想搞你们人心惶惶 我的意思是说 可能会因为这样子 跟别人有这种 起冲突的机会 好不好 要特别小心 这鼻子好痒 好痒 因为通常我鼻子很痒的话 就代表这个能量是 跟着那个一直在跑的 OK 好的 好的 请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来感受一下 你们的能量场 好吗 奇怪 这两周大家跑出来的牌卡 能量都 就是牌卡重复率很高 每次在解双周的时候 我都觉得这真的很特别 OK 来 这个就是刚刚我跟你讲的 一定要避免这个 跟别人起争吵的这个部分 OK 而且这个 如果起争吵的部分 我告诉你 到时候 你也不高兴 对方也不高兴 好吧 OK 好 请稍微给我一点时间 OK 好 这两周 你的挑战牌卡是 这个圣杯股王 然后我把它放在 现阶段能量场 因为它是你现阶段的 这个挑战 等一下 我一起来做一个解释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抽到的是权杖骑士 你抽到的是权 权 钱臂骑士 对不起 还有权杖士 不是 钱臂骑士 权杖士者 还有这个宝剑士者 OK 你有没有发现 你抽到三张牌卡 不是骑士 就是士者 OK 这几张牌卡 都是很冲动 很直接 很快速 然后不会想太多的一些牌卡 除了这个钱臂骑士 是比较稳定以外 这两个呢 就是保健士者 跟权杖士者 都是那种 不小心 或者是很冲动 或者是很突然 然后或别人戳你一把 然后你就整个 压开 你就整个 好像就是 感觉被冒犯 所以我刚刚前面 才会提醒你 这个要特别注意 因为这个保健士者 是刀已经拿起来了 刀已经拿起来 就是告诉你 我已经要跟你战斗 所以你进入在一个 很方便的状态 然后这个权杖士者 也是一样 你看 他就是看起来 就是一个小孩子一样 说你权权士啊 什么等等 人家跟别人吵架一样 OK 所以这个呢 就是要特别提醒你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交手相关状况 人事物啊 千万别要冲动行事 你要试着像这个 钱臂骑士一样 能够慢慢的 一步一脚印的向前走 这个钱臂骑士啊 其实给我一个感觉 就是如果你在过去的 交手相关状况 人事物当中啊 如果你有遇到 这样的角色 或你本身是 这样子的角色的话呢 我个人会觉得 你可能要去思考一下 有什么样的长久之计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方法 能够让你们 把这种比较躁动的 或比较一直 达不成共识的 或者是一直有一种 这种 无效的处理方式 能够达到一个 有效的解决 OK 因为呢 我感觉在过去的 交手的相关状况 人事物当中 你们某一部分的人啊 我觉得一部分的人是 就是其中跟交手 那些相关状况 人事物不是你 或者是他呢 其中有一个人 就是不听别人意见 然后有另外一个人呢 是根本就 有点像是 那叫什么 完全隔离 你懂我意思吗 有的人他可能 还会回你两句话 就说 哎呀你讲这个 讲过了 我听过了 然后很厌烦 那有一部分的人 可能是完全就是 没有打算 要跟你进行一个交流 所以呢 你在跟这个交手 相关状况人事物当中 不管你在现在 是什么样的事件 我个人会觉得呢 你可能要稍微 先踩个刹车 思考一下下 到底有什么 是有效的方法 可以推动你 这一个 跟你交手的 这个相关状况人事物 或计划 跟目标 因为我感觉 这边在过去状况当中 并不是一个 很好的处理时机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边给我一个感觉 就是不是在一个 对的时间 去处理一件 应该该处理的事情 所以来到现阶段 这个能量场呢 你抽到的是 圣杯酒 抽到的是 全唱乐 抽到的是 魔术师 这几张牌卡 反而给我 有一个感觉是 这件事情 可能要开始 有所推动 但是才是刚开始 但过去那个时间 并不是一个 对的时间 所以在现阶段 这个状况当中呢 我感觉有一种就是 你跟我之间 我们要怎么合作 或者是我跟这个 梦想之间 我要怎么样达成 这个目标 OK 我个人感觉呢 是已经来到一个 决策的时刻 我可以这样说 但是呢 这个决策的时刻呢 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你好像 给我一个感觉 就是你必须要能够去 我不知道耶 你是一个关键要素 对方好像不是 就是比如说 假设你交手 这个相关状况人数 可能你说了算 或你是主要的 那个主导者 或下决定的那个人 对方比较有点像是说 跟着你 或者是比如说 他是你的下属 或者是比如说 他是听命于你 就比如说 我刚刚讲好了 你呢 是一个主管 然后这个下属 一直反驳 说老板这样不行 老板那样怎么样 我们过去怎么样 什么等等之类怎么样 然后反正这件事情 就是一直没完没了 那可能来到现阶段 能量场的事实 或者去解决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你该下决策的时候 我觉得呢 这个时候来解决这件事情 可能你们彼此比较有共识 然后这个圣杯酒呢 加上你的挑战牌卡 是这个圣杯女王呢 其实我个人会感觉 这个状态就有点像是说呢 你要如何去让你自己 能够很沉稳的 在这个状况当中 去掌控全局 OK 你不能把你的底牌 或把你的这些 比较感情用事的那一方 拿出来用 比如说这个下属 顶了你几句嘴 然后呢 你就跟他一起 颇操汹涌这样子 OK 他们说不是的 来到现阶段能量场 我觉得你大概可以抓得住 这个人的一些小便便 或者是了解这个人的个性 或者是他的这些想法之后 在现阶段能量场 准备要来去迎战 或者是准备要来去沟通 或协调 或要促成这件事情 发生的时候 我反而觉得你的感情 你的这种情绪表露状态呢 要稍微能够更加沉稳一点之外 还有不要让别人看出你的破绽 因为这样子你很容易 就让别人知道说 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张牌卡有点像是 你很容易让别人心里知道 你在想什么 所以你去想一下 你们这个角色可能可以互换 比如说假设 你想要求老板跟你加薪 老板一直跟你推拖 或者是不回忆 你会给你打哈哈 但你一直想要朝向这个方向 去前进好了 来到现阶段能量场的时候 你不能一靠近老板 老板就有感受到你的氛围 就是我要加薪 你懂我的意思吗 而是你要去思考我到底要怎么做 可以让这件事情达成我要的效果 所以你才会有一个 这个魔术师的状态在这里 OK 那这个权杖恶呢 这个权杖恶给我有一个感觉就是 其实我个人会认为 你现在交手这个相关状况人数 如果在这边 如果没有弹劾 意思就是说 可能没有达成协议 可能没有达到共识 或者是我们的目标可能不一致 我个人会觉得 其实你心里是会有可能考虑要离开的 OK 你是有考虑要离开的 所以我觉得好像有点像是背水一战 就看接下来这一个现阶段能量场的状态是如何了 因为来到未来呢 我觉得你们都有各自起见 就是有一种 他在这边跟你吵嘛 他拒绝跟你沟通嘛 所以来到未来这个状况呢 是有点像是这个前壁4 加保健3 然后还有这个保健1 其实呢 你注意看 这个前壁4呢 加上这个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讲 我一直很想讲圣杯4 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一直觉得 圣杯4的能量在这边 有一种就是不得其门而入 就是你要递那个水杯给那个人 可是这个人就是一直不接受 反正就很多理由 OK 所以这个保健3加 这个保健1 象征的也就是保健4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 在现阶段能量场 如果万一假设你们谈判 还是没有来到一个 来到一个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这个能量场 就是没有一个结论 我就这样讲 好不好 没有一个结论之后呢 我个人会觉得说 某一个人 不管是你或对方 可能会觉得说 算了我已经尝试了 我宁可走向一个新的开始了 所以这个保健3加保健1 其实就是保健4 象征这个人他宁可休兵了 你就继续在这边坚持你要的吧 但是我也打算要休兵了 我不想要再因死而 比如说去 又要递出一个圣杯给你 或者是比如说又要去 满足你的什么东西呢 或者是又要想方设法 去提给你这些提案 实在太麻烦了 你这个老板太难搞了 或者你这个员工太难搞了 类似像这样 所以在目前你看不到可能会迎来事件 是这个圣杯侍者 这个圣杯侍者呢 是即将要被这个海淹没的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海浪已经打上来了 整个快要把它盖起来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感觉 在未来你不一定会想要再捧 这个圣杯给这个人了 因为我觉得你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实质的行动也有了 情感也付出了 然后沟通也沟通了 最后结果是这样了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你可能会觉得 好这一次我就冷静去跟他对谈 如果是这样就这样 是那样就那样 那我也看清了 我的感觉有点像是这样子 好不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来用这个宇宙的验证牌卡 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 额外的补充讯息 给我们金牛座的朋友们 做一个参考 好不好 好 这边有一个小众的讯息是 金牛座的朋友们 有些时候我觉得 你该放手的时候要放手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边有一个讯息是这样 该放手就是要放手 有些人啊 他们叫我这样跟你讲 牵到北京还是牛 牵到北京还是牛的 他们叫我这样跟你讲 你呢 去投资在那些 会给你回报的人身上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叫我把这些讯息 提醒你一下 好 那我们就准备来看一下 这个宇宙的验证牌卡 来 来来来 好 好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这个钱币试者所验证的牌卡 是这个TEMPERANCE 就是这样子 我刚刚就是讲 你们一直来来回回 来来回回 没完没了 就是在这里 你试着去提出方案 你试着去做 你试着去讲 你试着去配合对方 都是这样子的 这个状况就是来来回回 来来回回 这个人嘛 要么就是回嘴你 要么就不理你 就是一直没有拿到一个共识的状态 所以过去这个状态当中 试着想要去协调 但协调不好 也不是一个适的 也不是一个适当的时间去协调 所以呢 这个权杖适者呢 他抽到牌卡是圣杯六 OK 但我个人感觉 这个权杖适者跟圣杯六呢 这个会回嘴的人 或者是他会想办法去回嘴你的人 我个人是觉得 他跟你念在 还是你们之间有旧情 或你念在你们之间有旧情 OK 所以你才会去跟他说这些东西 或者是你才会去想要试着 去跟他协调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宝剑适者呢 他的验证牌卡呢 是这个圣杯女王 OK 这个圣杯女王呢 就是我跟你讲 你把这个圣杯递给他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感觉 其实有一个人是一直在递圣杯的 可是这个人呢 他就拿着这个宝剑 他就说 我现在不要跟你谈 我拒绝 我爱面子 我不想你要那边来跟我讲说教 或者是又来那边说我又怎么样 OK 所以我感觉 每次只要你过分的情绪 或者是给他一些提案的时候 对方都是 总是会有理由 因为呢 这个圣杯六加这个圣杯女王 相对的就是圣杯七 不管你使出十八番无意啊 我感觉这个人就是这样 没完没了 这不是一个对的时机 在现阶段的那样场 你这个圣杯九 验证的牌卡是这个权杖五 OK 这个权杖五的意思就是说呢 其实你自己也知道 如果这个状况呢 你一直在这样互相冲突下去的话 没有办法满足你 也没有办法满足对方 OK 这张牌卡就是告诉你 继续这样下去 没有办法满足你 没有办法满足对方 这个圣杯九的意思就是这样 所以呢 这个权杖五呢 加上你的验证牌卡是这个圣杯五 就会觉得说 如果假设这个状况 我们一直是走向这样子 就是争吵不休 没有共识的状况之下 那我为什么不换一个新的方向去 因为你真正想要的是 能够去接受你圣杯的这个人 所以这个圣杯五 才会出现在这个权杖五这边 我想要的是一个愿意接受我圣杯的人 也愿意给我圣杯的那个人 所以在魔术式的验证牌卡这边呢 是一个权杖七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你开始想要说 我试着要去做这件事情 我试着要去解决这件事情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办法 赢得我的胜利 算了 不如我开始去掌握自己 能够掌握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 在这个权杖的部分啊 你是真的有考虑想要离开的 那你在目前挑战的牌卡 圣杯国王这边呢 抽到的是保健五 OK 这个状况呢 就是有点像是说呢 我会跟你讲 为什么这宝剑我会在这边 很有趣的 因为呢 你注意看哦 这个人呢 是手上抱着四只宝剑 手上拿着一个宝剑一 其实这就是刚刚 为什么我会一直跟你讲啊 你一直很想要有新的开始 但是这个新的开始一直不来 OK 那你在这边呢 在这边来来回回 然后讨论来讨论去 或者是这边又不是一个对的时间 这边讨论出来又没有一个结果 所以说实在的 你真的蛮想要像这个宝剑式一样 好好休息 好好修复你自己 然后影响你自己 属于你自己的新的篇章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呢 你会觉得说好吧 我们就谈这最后一次了 因为这个人呢 这个宝剑舞拿在手上 给我一个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你有一种 我不能讲你心或意冷 但是你就有一种 觉得事情是到如今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会建议你呢 就是不要不动太大的声色 不要把你的情绪表露在你的脸上 然后可能试着去做最后一次 跟这个人协商或沟通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感觉啊 你虽然这个状况好像一直推不动 可能并不是很顺利 但我觉得你并没有想放弃 你有点想要再放手一搏 做最后一次 或者是再挑战最后一次 或者是去尝试最后一次 所以在未来这个状况呢 这个前并式的验证牌卡呢 是这个月亮牌卡 OK 你就会觉得说这个人啊 这个人啊 一直踩在那边很硬 不得其门而入的这个人啊 你真的不知道 他到底葫芦你在卖什么药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张月亮牌卡 给我有一个感觉是 你真的不知道他葫芦你在卖什么药 或者这个人到底 他怎么讲 他影响他自己的情绪 就算呢 他还影响了你的情绪 OK 所以呢 这个保健3呢 验证牌卡是这个保健7 所以你真正 保健3加保健7是保健10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跟你讲 你真的心累了 你宁可自己去找一个新的开始啊 这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 其实你在这边啊 就有点像是我跟你讲的 最后一次啊 所以这个呢 保健1的验证牌卡呢 是这个 钱币4 OK 这个就是你已经在算了 你家有多少盘缠 你知道吗 我要重新开始 我有多少盘缠 我有多少能力 我有多少能耐 我有多少资源 我有多少的爱 还可以再可以付出 所以你已经在算了 你在清算了 我要重新开始了 OK 我不要在这边继续流达了 浪费我的时间了 我已经该做的都做了 该讲的都讲了 但是这个人就有点像是 没有办法沟通 没有办法协调OK 试证牌卡是这个 钱币7 这个就是我刚跟你讲的 这个圣杯 你不想再递出去了 你已经停下来 你不想再耕耘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我个人会感觉啊 你可能今天来看这个牌卡呢 并不一定是说 想要得到一个什么答案 但是我感觉 你好像看完这个牌卡之后 你有想要背水一战 OK 好嘞 最后我们来抽一张 这个补充讯息好不好 OK 我们来看一下 对啊 你看 你一直想要在这个过程当中 去跟这个人交换礼物 可是这个人一直没有办法交换礼物 OK 这个人就是没有带礼物来找你 你一直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很好的礼物 我不是说你 你把自己包装成什么样 但我的意思是说 你一直试着想要去付出什么 想要去试着做些什么 但是永远只有你一个人 在给这个人惊喜 OK 好 这个人只是好奇 他就像一只猫咪一样 他只是好奇 说盒子你没有什么礼物 但是他并没有想说 原来你把你自己装扮成这样 你想要变成一个礼物 给他惊喜 可是他却没有给你对等的回应 所以呢他们说这张牌塔就是感觉 你们在交换礼物的过程当中啊 我觉得这个人并没有 嗯 我要怎么跟你形容他的感觉呢 他在看你给他什么 他没有要跟你交换 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他在给 他在看你要给他什么 但他没有要跟你交换 我的感觉是这样 你会觉得有点像是单方面付出 OK 我的感受是这样子的 所以最后你才会来到保健山 跟保健一这个状态 OK 他们叫我最后再抽三张补充牌卡 给你做一个额外的一个解释 好不好 好 就这三张吧 1 2 3 你看吧 这个就是你要的 这个就是你要的 你想要的是 我刚刚跟你讲的 你想要有一个人跟你交换圣杯的 对吧 你想要的是有一个人跟你交换圣杯的 OK 那这张牌卡呢 是这个保健适者 OK 我个人觉得这张保健适者 给我一个感受就是 你嘛 要嘛就给我快很准 给我一个答案吧 你到底要不要跟我交换圣杯 你到底要不要跟我协调这件事情 你到底要不要跟我在一起 你到底要不要跟我继续合作 就是这样 我要的就是这个 OK 所以呢你来到这边呢 这个是权杖歧视 权杖歧视的意思就是说 快点 告诉我 我就是要向前走了 如果你不说 我就要离开了 我就要去追求属于真正能够激发我 想要 比如说像 跟我很热切想要在一起的人 我要的就是一个答案 这个就是你 OK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说 如果假设这个交损相关状况人数 你现在真的就是在跟他处理这件事情的话 我个人会觉得快很准 不见得 会是一个不好的方法 OK 可能是一个好的方法 好以上 就提供给你做一个参考 好吗 而且金牛座的朋友们 我个人会觉得说 你 不懂为什么他们叫我回来提醒你 你不要单方面付出 好吗 切记 一定不要单方面付出 你要去投资在 会回报你 回报你的人身上 OK 以上就是今天的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我希望其中有一两句话能够帮助到你 这就是我最想要做到的事情 当然如果有符合你的故事 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我都会尽快去回复你的讯息 那我是Jen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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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